汪姐 来 今晚上 那你挑战一下做我们冻煮的腊肉 没问题 我给你拿下来吧 好的 几个汪长挑战一下 冻煮腊肉扎持 看我打针神兽 牙都准备腊肉 我几个准备做腊肉吃 随便你怎么做 你不要整块煮了就行了 到时候我们就这样 你一头我一头 腊肠也行 腊肠也烘好了 是吧 我们今天晚上吃腊肉 明天吃腊肠 就把这个腊肉给吃了 行 我们等你的 等我的那个 好吃的 这是腊肠 对我们说那个柏树枝 还有那个陈皮啊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茶籽壳来熏的 这可以吃了 可以啊 他是不是直接吃了 没有 要煮一下 明天再吃这个 明天我们吃这个 再放一个晚上吧 因为今天刚刚熏 还要放一个晚上会比较好吃 我们来了以后 把你都吃干净了 是的 这个盖子我收了 又收收了 又收还是被你发现 哈哈 你腊肉颜色真好看 明天真好做好吃 我看了不像肉 像一个母鬼 一个母鬼人 这块是家里最好的都给你吃 哈哈哈 谢谢鸭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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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姐 我当火服啊 行 今天火服又让你干了啊 照不好就咱就别吃饭了 这个东西你还没见过 这是松树 现在松树腐朽了 剩下中间的那个带松油的那个木材 用来营火 知道了 就是点火之前先把它放里 对 就有油嘛 对 好意 嗯 看好啊 你看 看 它自身带油了 知道吧 你看这个盐 给你 带点回家 就让你们那里能见识 我不要 要吵析了 哈哈 回去一点别人都会 我来看呢 啊 要那个让我准备回家 然后带一根这个回去 这个确实好用那个 真的 我们那没有 没有 没想到吧 吃辣肉就是直接把刀吸一下 然后砍切肉吃了 然后这个烟对不对 哈哈 我们这边是要先把皮撒一下了 再煮 再再把它切成小段了 再煮把它推一下盐 它就不会那么咸了 我说了给大家吃 就是吃了鲜 7号以前也超炸的鲜 好多朋友以前在我们家买辣肉嘛 都说哎呀鸭头家鸭头哥 不是鸭头鸭头哥 你们家的辣肉可不可以不做那么咸 其实辣肉它要做那么咸 它才不会坏掉 对 但是吃之前要退盐 你可以试一下嘛 先烧一下 然后煮一下 然后再回锅炒 烧一下就是咋烧啊 用这个 以前我们都是生火烧的 这个现在这个很简单 不用洗直接先烧 小心手啊 它的皮呢又不会那么硬 而且上面的那种猪毛 你拿一只手拿 这样拿 哈哈哈 我还烧我手 可以刷掉上面的毛 把皮烧一烧就不会那么硬了 就软了是吧 嗯 吃鲜肉之前要把皮烧一下 就是把它的皮烧软 然后里面那个毛再烧一下就干净了 然后 你吓死我了 真的经常这样的 我跟你说经常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啊 烧一下 然后把它切开不用洗 直接放锅里面煮就行了 对切成四五斤 哎呀 退盐 这是 小心哦 鞋到了 如果这样生鞋的话就很费劲吗 对呀 嗯 你回去不要告诉别人放箭啊 哈哈哈哈 到时候你回去带你回去 这是煮茶秘方啊 来放锅里面 开始煮了 对 这个煮半个小时左右 会半个小时 煮了 时间够了 一百牛猪都百个小时左右 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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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咱们今天下午都吃完吗 可以啊 啊 过肉阴了你啊 哈哈 锅里面烙出来 吃得吃一下 煮完之后很好吃的 是啊 嗯 嗯 还切了 哎呀 他这个猪真好切 你看他头里儿 这一匹 这隔壁猪在一起可好些 他头里儿 煮透了 还有白的呢 都是透明的 但这个还有白的呢 你看这个白的 这个怎么长的 它是没有熏透 嗯 不是你 没烧到位 没有熏透 这样吗 嗯 我看他们卖这个腊肉的 就是直接吃 哦开炒了 开炒了 其实这个就可以这样吃了 就直接这样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回家我就知道怎么炒那个腊肉了 大炒大炒吃了 原来就需要炒之前有几个步骤要做了 有食欲啊 有三味了 你看一看 响了 那边乳还怪吃肉啊 哇 这狗好有餐的 哈哈哈 你看你 怎么样 大友 大友 懂不懂 好吃吗 没有 好吃 用手抓 用手抓会更香 真的 懂不懂 有第二次 懂 行我落实了这边 这样做不来真的好吃 不简单 太丰盛了吗 还在那虾 鸭头啊 你太客气了 还煮点大虾 虽然我们家不住在海边 但是还是有鲜的 这个不算是海鲜 是河鲜 吃辣热 来 吃辣热 那个鸭头哥最喜欢吃这个花生苗 这个 那个鱼汤 好吃吗 好吃吗 白大哥说 白大哥说你们那边花生苗都长在地里面随便吃 对啊 我们这边 满地都是 天呐 发财了 肥的就是肥而不腻 对 嗯 其实 加油 看白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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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白叔 不能叫叔 叫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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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叔叫伯都行 哈哈哈哈 我们那就只能叫伯 嗯 嗯 这个吧 你叫白大佛多吃点哦 还有帮姨是不是 多吃点哦大姨 是不是 喊伯母 你叫大姨 啊 这叫喊伯母 哈哈哈 其实在我们动作大姨伯母是一个称呼 然后那个嗯 咕咕 咕咕 咕咕跟舅妈 一个称呼 都叫阿八 还有嫩伯母也叫阿八 哈哈哈 所以说我们不一样 咋说呢 那个称呼 有的时候分不清楚 哎呀 到底啥关系 哈哈哈 我们吃啥吧 吃点哦 嗯 那个鱼和咕 咕咕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叫法一样的 嗯